说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城市 你不停地去抱怨这个城市 请问你为你的城市建设 做过什么贡献吗 说一个人在一个公司当中 你不停地抱怨这家公司不好 请问你有为这个公司的改变 而做过哪些努力吗 所以想让你把关注点 放到自己身上 我们不用去抱怨任何事情 我也不用想去改变别人 这些事情都是徒劳的 没有意义 无论你想改变你的爱人 甚至你改变你身边的亲人 这些都是不可行的 唯有改变自己才是可行的 一个没有学习的人 就是你把你的关注点 会不停地放在他人身上 认为改变他人 才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幸福 认为改变他人 才会让我们整个家庭的关系 变得更和谐 就是整个力量都使错方向了 可是我现在我想走出去 走出去吧 唯独还有个小月没撑家 不用走出去 在家里不能学习吗 不需要走出去 不是我面对他 我的一切佛能量都出来了 假如你真的换一个环境了 你离开这个家了 这些东西就不在了吗 它在你的心里不是吗 它不在你的家里 在你的心里哦 所以我们只有通过学习 才能把心里的这些东西化掉 烦恼不在家里 不在我们生活的那个城市 它在你自己的内心深处放着呢 你现在坐在这里 你依然想着你心里的那些事情 即使现在假设你跟我在济南住 你会发现这些烦恼还在你的心里 所以不是家里给你带来的 可他太强大了 我没那力量 你不要想去改变他们就有了 你想改变他人 我们任何人的力量都是渺小的 比如现在你看到水这位 如果我非要想去改变他 我就是力不足 你这个能体会吗 能体会 比如说我想让他变得更有力量一点 我想让他变得更有学识一点 我想让他的工作变得更好一点 我可以做得到吗 我想让他去考研 我想让他去做一家公司的董事长 你觉得我可以做得到吗 做不到的 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很没有力量 就是你的力量用错地方了 你用再去提升自己改变自己上吧 改变别人 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匮乏的